新一波疫情从来。这次疫情爆发看似比之前更严重。虽然楼市未见有太大影响。一手及二手物业市场仍算暢旺。在安揭申请时间上暂时未有太大影响。但不者估计安揭申请时间会逐渐变慢。 故建议打算扣入物业的读者。亦需延长成交期。以保障自己能如期收楼成交。部分银行已公布各分行将于四时关门。银行营业时间减少了一小时。令过去打算在银行关门前。于分行处理按揭申请的业主未能如常进行。以至累积了一定数量的按揭申请者。 当银行在同一时间内接获大量申请时。银行即使有足够人手。也会减慢了按揭申请的时间。加上现时亦有部分银行后勤及前线职员开始实施在家工作。 现实上,后勤同事在家工作亦难以处理按揭申请。故此按揭申请进度亦必定大大减慢。 不仅建议读者在新购物业或转案时。不妨联络银行按揭部同事已进行按揭申请。 因为按揭部同事只需要专注于按揭业务上。即使在家工作亦不会直接影响和申请者联系。 计数及回复按揭问题等。 另外,正因按揭部同事只需要专注在按揭业务上。 故收到申请者提交申请后,大多可即时处理申请者的按揭申请,并提交到到审批部作出按揭申请。 然而,分行同事大多数兼顾开户口、保险、投资或银行服务上的相关问题,以致在收到按揭申请时。 亦未必能够立刻提交到后勤同事,并上交到审批部作按揭申请。 以往银行在审批按揭时。即使是高乘数按揭,大多数可在约2-3个星期内批出。 故成交期大多设定为45天左右。 根据以往疫情经验,银行在处理按揭申请的审批时间亦大幅减慢。 由以往约2-3个星期批出,变成4-6个星期才获得审批结果。 有见及此,不者建议将会扣入物业的业主。 最好把成交期设定为60天或以上。 以保障自己能如期上会。 延长成交期亦是为了保障申请者在按揭不获批的情况下。 仍有时间作出补救措施或筹备资金。 在一般按揭程序上,银行会于批出按揭后。 和申请者签署按揭确认文件及进行开户。 而银行发出按揭文件一般亦需2-5个工作天。 在签署按揭确认文件后,银行才会开始向律师楼发出指示及按揭确认函。 而这个程序最大多需要5个工作天或以上。 而在律师楼收到银行文件时,亦需约两个工作天,办理按揭文件,并预约申请者到律师楼签署最后的按揭确认文件。 在签署后,律师楼亦需于成交日前最少两个工作天。 向银行发出提取按揭确认贷款文件。 在批出后整个动作需时约两星期或以上。 假设审批期是4星期。 整个成交期则需预留最少6星期。 来吧。 继续合签来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